今天要拍的影片非常特別 是我跟老吴跟我的一型朋友 我們來到了 紐西蘭 今天的行程很特別 是我們要去爬這裡的一個 庫克山冰川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記錄給大家看 現在我人在前往冰川的露營車上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沿途的風景 還有我們的司機大哥 專業人車一體的司機囉 我們現在在紐西蘭的南島 蠻著名的會有冰川 跳傘和很多非常美的湖 現在的溫度大概是10度左右 這一趟我們來紐西蘭13天 今天是第4天嘛 我們已經開始慢慢熟悉一下這邊的交通狀況 右駕向左行駛 老吴適應了一段時間 就是路上會有很多小動物不小心被撞到的狀況 然後也會看到有鳥飛到路中間去吃牠們 我覺得這是我在台灣沒有看過的景象 我在這邊我已經看了大概五六次了 這一次我們選擇是租露營車 我們六個人住在露營車上 在這裡用露營車旅行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後面就是庫克山機場 我們現在要先去check in 因為我們是有訂團的 會有導遊帶著我們走 比較安全 我們訂的是八點四十五的行程 可是email上說你要提前四十五分鐘來 所以我們就八點到 然後我去check in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ok那來了 在三十分鐘後你再過來 所以就是八點半集合 大概出發前十分鐘 但我覺得保險起見大家還是提早來比較好 我們等一下會做直升機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白色的那個點 那個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搭五分鐘的直升機 我說5分鐘 然後他說對 直升機飛那麼快 也給你們看一下露營車裡面 就是我們這十三天的家 這位是我的朋友Aris 是他來幫我們訂冰川行程的 你跟大家講一下大概要多少錢 一個人紐幣大概735 所以換台幣大概一萬四左右 ok兩個小時一萬四給它噴下去 你都已經來到這裡了 不去嗎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露營車 哈囉 這個是我們的雙人床 然後上面有蠻多置物空間的 就放衣服什麼的 全部我覺得它置物空間蠻大的 廚房區 然後我們還有三十分鐘 所以可以有請的吃個優格早餐 然後裡面是浴室 我們都沒有用 因為裡面有一點味道 我們就把行李放在裡面 前面這邊可以睡兩個人 這裡的座位區 就是平常行駛的時候 後面的乘客可以坐的 然後我們可以再把它打成雙人床 我跟老吳就睡這邊 現在八點三十六 我們進來Check in了 因為現在雲層有點厚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要get ready 出發的時候 雲層有沒有變飽 他說因為現在天氣有點 cloudy 所以呢 他借我們再等一下 不好的話 看看我們是不是往後延到下一個時段 喔好消息 他可以幫我們往後調一個時段 所以下一個時間點是十點四十五 才是有飛 我們暫時被退貨 咖啡廳也都是十一點才開 現在才九點 所以我們要去找一個湖 想說可以去湖邊喝個咖啡 我們在路邊找到一個可以停下來的地方 煮了新拉麵來吃 好大家我們現在回到了這個機場了 到底能不能順利起飛呢 這邊已經有直飛機停在那個停機棚了 剛剛有人說我們可以進去導覽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順利的起飛 後面的天氣真的變比較晴朗 白色的那個冰川看起來比較清楚了 剛剛稍微講了一下說冰川到底會有什麼東西之後 我們開始要檢查我們的裝備 大家一定要穿登山鞋 但是他跟我們一般自己鞋子的差別差在 我覺得他更穩固 如果很冷的話還可以去借手套 所以他們這邊其實提供的裝備都還蠻齊全的 現在我們準備登機了 然後為了安全起見 登機的那個瞬間是不能拍的 所以我會盡量捕捉 能夠多少的畫面給你們就給你們了 準備上機囉 Let's go 好酷喔 等一下 好酷喔 他們兩個在耳機裡面聊天耶 他們現在在耳機裡面抬讀說 這個雲下面這裡是什麼 那裡是什麼 因為他們都飛過了 只是這裡現在看不到 嚇一下 我相機都來不及拿起來 整個都給我下去 下來了 這個是小溪流嗎 風超大 Bye Excuse me What's the name of this area? This is the Tesman Glacier Tesman 這裡是塔斯曼冰川 然後我有上網查了一下 這裡都是三千公尺高的高峰 寬有四公里這麼寬 全長有二十七公里 所以這個冰川是非常長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是大的刷冰場 剛剛我們說要裝水啦 他說其實不用 因為我們就要去一個大的冰場 所以可以從這裡裝水回去就好了 我喝喝看那個水 這是水 完全沒味道 完全沒味道 全這個水 都要到河裡 噢 他說下雨的時候 這些水會全部流到塔斯曼湖去 我們剛剛有聽到 哐哐的聲音 他說是雪這樣掉下來 我們很幸運 我們會看到一個大的冰箭 想吃冰箭棒棒糖味 很吃的感覺 第二輛直升機要來 然後我們必須要蹲在這裡 因為風會很大很大 噢 噢 他剛剛說為什麼這裡會這麼黑呢 這麼長 是因為這裡的風非常的大 然後風就會把上面的土這樣吹下來 剛剛向導跟我們介紹的這個冰箭 這個冰箭一開始是從山上那邊裂開 然後慢慢慢慢的往下移滑下來 在80年代的時候啊 其實那個冰跟雪啊 其實會到上面那個 就是草的下面 那一段 慢慢的一直融一直融一直融 他說他為什麼知道 是因為他還很小的時候 他之前會去上面爬 可以爬到那個頂端去 然後他說這裡的石頭 是怎麼樣形成的 冰川在移動的時候 底下的石頭就會被翻上來 然後呢 又因為可能下雨 所以就會融雪 所以這些石頭就會跑出來 我們走到一半 因為這裡太陡了 向導在挖階梯讓我們下去 啊齁這兩個聽不懂英文的齁 就一直拍照一直拍照 我才剛跟他說 這個頻道要先聽得懂英文 然後有辦法翻譯出來 就會開始漸漸紅起來了 啊我都聽不懂 你說它都沒在聽了啦 用感覺的 用感覺的 有階梯啦 我等一下再講解給你們聽 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 是這裡highlight的景點 肚子有點餓 在這裡給我講這種話 欸超級硬很大顆抓不起來 有一個小瀑布欸 這是融雪 他說這裡的冰非常的清透 你可以看到裡面 你可以透過冰 看到我下面的手指頭 好酷喔 我們好像在玩什麼遊樂設施喔 從裡面看的這些冰都是藍色的 阿朱我在Let it go 的家欸 像馬國門說 四個禮拜前 這一個洞還超級小 但是因為它隨著時間融化 所以這個洞就變大了 WOW 這個藍窄的 胖子進不來欸 我們用爬的好了 等一下我覺得 男生會有點沒辦法欸 我的手 放在冰塊上 拿起來會有一種黏住的聲音 手超動的 太人潑喔 你喜歡嗎 對 我喜歡 好酷喔 我們現在要從這個小縫鑽過去 可以看到裡面有水在流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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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去了 我要出去了 真的很難想像這個冰川裡面 有這個洞對不對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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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像是你今天站在RT的頭上 不要這樣子 沒禮貌 那一個就是紐西蘭最高峰 庫克山 我們有看到紐西蘭最高峰喔 知道嗎?兩位同學 嗨!等一下吃什麼 哇這個要張腿走 這一條下面都是水 欸這個縫會越來越寬喔 啊我會進到一個洞穴裡面來囉 我跟你講 不要輕易補這個冰 超華 給大家看一下走出來的景象 從這裡我們可以更明顯的去看到 冰其實是裡面是藍色的 那個沙啊不是會堆積的嗎? 冰的東天來的時候就會下去 它就會把那個沙壓在中間 所以如果我們看冰重的時候 你仔細看你就會看到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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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是澳洲森林大火的時候 所以有某一層它會特別是咖啡色的 因為它把風帶過來之後 那一層的年輪會特別咖啡 來!那你聽到什麼? 什麼顏色是藍色的藍色的藍色 庫克山這很難看到這個景象是嗎? 大部分的人來都會是陰天 或是沒有辦法上來 所以大部分的人會去Fuck那邊做冰川這一次 但我們現在人品大爆發 想不到我們在第一個冰川的行程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非常的幸運 謝謝紐西蘭的天氣 來!我剛剛去裝了冰川水 很Pure 這個水有甜甜的嗎? 是我套上紐西蘭的濾鏡嗎? 我覺得這跟美國大峽谷一樣是此生必來的行程 而且我沒有想過我可以走在冰川上 再來紐西蘭之前我不知道有這種行程 然後我們這樣走著走著兩個小時竟然就過了 等一下我們就要坐直升機回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好險我有決定要來拍給你們 太酷了 恩你一定很想來對不對? 太酷了 恩你一定很想來對不對? 這裡真的超美 上次恩去冰島爬冰川我沒跟到 這是我來紐西蘭的冰川 我們就是尊重專業的向導建議 如果天氣不好就不飛 有一個紅色的旗子 所以我們知道集合地點在哪裡 你們覺得這個行程值不值得來? 太棒了 塔斯曼冰川爵行 乾杯 我朋友們很棒齁 呵呵呵 大家早安 今天要拍這一集 我現在其實非常的憂鬱 我們要來紐西蘭跳傘 我其實心裡嚇得要死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記錄的影片 然後我現在還要很Energetics 跟大家說 WOW 這樣喔 這是我其實心裡很害怕 好像很多人來紐西蘭都會做這件事情 我的朋友們也都覺得很興奮 所以我也決定跟他們來挑戰自我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到Wanaka Airport 準備來skydive 你們現在的腳步是輕盈的還是沉重的呢? 輕盈的 你現在是興奮的還是沉重的? 沉重 我不敢玩遊樂設施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比你更害怕 但是我就是害怕 我覺得我們這幾天其實已經蠻累的 然後我半夜三點竟然起床 肚子脹氣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坐起來 我就把我自己肚子抹一抹 逼自己躺下來 可能是因為我的身體知道 明天要有一個很恐怖的一個行程 我們現在先來check in 然後跟我們講一些安全措施 我通常會變那隻 可是我今天可以大腳趾 我今天早晃已經落下來了 要排我 我很緊張欸 我先去廁所一下 他真的要去廁所嗎? 我以為他是做效果 現在要上去之前也會測量一下你的體重 你要有好一點嗎? 我剛剛又去有點拉的那種 我還是要講一下說 這個skydive有什麼選項 它依照高度有不同的收費 有9000、1萬5萬 然後我們想說既然都已經要跳了 那就跳最高的1萬5萬吧 現在我們被帶到一個小房間 要來看一下前面的這個跳傘須知 所以這是一個簡直的影片 要描述你所有要知道的skydiving 他一直叫我們要relapse and enjoy 我是走吊橋就會害怕的人喔 你現在笑得出來喔 不要一直給我放那麼sure的音樂喔 聽說上面會很冷 所以要穿他們的外套 我希望我上去就可以直接昏死 不是會有一些影片是上去會很緊張 然後就會直接昏厥大概10秒鐘吧 因為我很怕那個降落的感覺 你從哪裡來的? 台灣 要穿上去嗎? 對 你興奮嗎? 沒有 謝謝 穿上去 OK 謝謝 我們要戴上帽子了 我感覺好像什麼空軍 很常去訓練的那種 你可以幫我跟那個外國人換教練嗎? 因為那個教練蠻帥的 OMG 蠻醜的 蠻醜嗎? 其實也蠻期待的 就是會緊張然後又會期待 我們真的嗎? OK 看完美的景色 然後說大家好 我現在在整妝再出發 我好像沒有跟我媽說我要來跳 我媽不知道怎麼知道 我忘記跟她講 媽媽叫我Enjoy 放輕鬆 接下來我們就把鏡頭切到教練的視角了 歡迎在Scaria Wonaka 你感覺如何? 我超級緊張 超級緊張 你從哪裡? 我從台灣 有什麼東西可以說 你家庭的家庭回家嗎? 我愛你們 好可怕 我希望我下去的時候就直接溫泉 因為我很怕那個水落的那種感覺 加油 好,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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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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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